海特,我们这礼拜不是要聊蛋白质的代谢 想想蛋白质真是太神奇了 光是蛋这个元素 就将自己跟脂肪、淀粉拉出千大的距离 对呀,不管是脂肪、核酸还是氨基酸 不就是几个化学元素的组合 居然就产生了七情六欲的人类 还有千奇百怪的生物 而我们却还担心AI会超越人类 我想我们人类创造的东西 要能够超越大自然的节奏 那可是比登天还难耶 难说哦,我们人类不就登上天了吗 说到AI,你最近跟谷歌的巴德很熟哦 我不在的时候,你都找他聊天 我哪有空聊天啊 我不是在找资料,就是在剪片 你知道巴德有多好玩吗 我用国产剪片软体 有一个字幕功能不灵光 上网都找不到新版的使用方式 客服又下班 我没处宣泄,干脆问巴德 那个骗询不着的字幕锁定功能 到底要怎么用啊 没想到,他竟然一步一步告诉我 如何操作 我一看,大词已经赶紧照做 这可好了 他还会教人操作软体 那不是很方便吗 那你就太天真啦 他全部都是瞎掰的 没有一个步骤有意义 还好我很了解他 试了一下就放弃了 更好笑的是,他那天还跟我争议饥饿素的胺基酸素木也 他跟我说,维基百科洗得不完整,他要去补充 我说,你又不是真人怎么改啊 他说,他可以改 我说你改了,我怎么看不到呢 他说,因为他要被审核 所以他叫我去看编辑记录 我中英文版都有看哦 根本就没有当天的编辑记录 你说好笑吧 这AI可把人类的撒谎功力 模仿得为妙为俏呢 太有趣了 改天我也来找他聊天 现在的世界变化真大 去年还没听说过什么GPT 今年巴德都可以跟你吹牛啦 对呀 光是营养学都不知道比我们学的时候进步多少 只是我觉得我们政府推动双语是很好 但营养学更重要哦 而这小时候,学校都没有教什么营养学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教呢 小孩要是懂营养学 还怕养成肥胖体质吗 就算学校没教也没关系 时下什么影片都有 小孩子有兴趣 自己就会去看啦 那也要家长引导啊 我们言归正传 如果AI智慧是零与一的结合 那么作为生命最重要的成分蛋白质 就是碳氢养蛋的结合 我们现在就先来讲蛋白质的笑话吧 蛋白质食物在口腔只能机械式的切断食物 当我们将食物咬碎吞到胃里面的时候 胃的B细胞就会分泌胃酸 胃酸除了杀菌以外 对蛋白质食物很重要哦 它可以将蛋白质经过烹煮 而部分还没有完全变性的 三级跟四级结构松散化平面化 甚至断开它们的链结 所谓三级四级结构 也就是立体或者是更复杂 多面性的蛋白质结构 盐酸作用越久 3D的结构就会被破坏得更彻底 同时胃酸还会活化胃的主细胞 所分泌的一种酵素 叫胃蛋白酶 胃蛋白酶会破坏更多的生态界 让蛋白质变成许多锻炼的短生态 等一下啊 要在小肠出现的胃蛋白酶 和现在在胃中出现的胃蛋白酶 根据研究它们能够断开的间接 是根据它们对不同胺基酸的亲和力 像胃蛋白酶容易断开 本柄胺酸、四胺酸、陆胺酸 这类方向族类胺基酸中间的链结 胃蛋白酶则容易断开 金胺酸和离胺酸 这类碱性胺基酸的间接 威廉 你来说一下 胺基酸之间的间接是怎么连接的呢 两个胺基酸的结合 是它们的椎基端贡献出OH和胺基端贡献出H 形成水跑掉 两个胺基酸的椎基剩下CO 胺基剩下NH CONH间接在一起 称为太贱 而这些消化酶 所要破坏的就是这些太贱 蛋白酶是立体的链状分子 化学键的分解需要时间 所以它的消化时间比淀粉长很多 可以增加胃部的饱腹感 有利减肥 而脂肪在胃部的停留时间更长 但胃部的脂肪酶却只能分解 短链或中链的脂肪酸 脂肪的消化与吸收 我们在解析脂肪那集有提到 脂肪在小肠以后的吸收与代谢 而口腔跟胃的消化吸收 我们会留到讲中链脂肪与减肥关系的时候在讲 另外 像比较坚韧的胶原蛋白 比如肉的筋还是肌腱的部分 也是由胃蛋白酶所分解的 蛋白质在离开胃以前只能分解成短钛 当食蜜进入小肠的前段 也就是12指肠以后 肠黏膜细胞会分泌肠钛酶 肠钛酶可以活化 胰胀所分泌的一种蛋白酶叫胰蛋白酶 胰蛋白酶在活化胰胀分泌的另一种酶 叫胰凝乳蛋白酶 这三种主要的酶 会将这些连接几个氨基酸的短钛 分解成双生钛 三生钛 还是单一的氨基酸 据说这些酶需要活化 是因为怕它们伤害到 胰腺跟小肠的蛋白酶 但我很怀疑 如果真的会伤害 活化之后还是会伤害啊 我也觉得 而会传递信号让胰腺知道 该分泌这些蛋白酶的基数 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 胆囊缩缩素和肠密素 就像前面讲的 以蛋白酶容易断开 金氨酸和黎氨酸这类 碱性氨基酸的间接 而以凝乳蛋白酶 则会切断 胃蛋白酶没切断的 本饼氨酸 色氨酸和 酪氨酸这类 芳香族氨基酸的钛件 还有白氨酸也是它负责的 而长钛酶则能切断 天门东氨酸和 里氨酸 易白氨酸 金氨酸等等 当这些短钛 分解到一定程度 小肠上皮细胞还会分泌 双钛酶 它会专门针对 双生钛进行分解 双钛酶会被分泌到 小长绒毛的刷状边缘上 在双生钛进入上皮细胞前 将双生钛分解为氨基酸 而上皮细胞里面 也还有双钛酶 还会把还没有分解完的双生钛 在细胞子里面继续分解 而细胞内外 都还有针对 椎基和氨基钛间分解的 椎钛酶和氨钛酶 及针对三生钛分解的三钛酶 同时这些双生钛 或三生钛 及氨基酸 穿透上皮细胞末时 是从浓度较低的区域 进入浓度较高的区域 是一种主动运输 进入细胞 需要耗费能量载体ATP 这跟葡萄糖 进入细胞是一样的 但我们在解析脂肪 那一集提到 脂肪酸和甘油进入细胞的时候 都没有提到需要ATP的帮忙 就是因为脂肪酸和甘油 是以扩散的方式进入细胞膜 并不需要ATP 而且脂肪整个消化过程 主要就是 移脂肪酶参与作用 但蛋白质 却需要各种蛋白酶或生态酶参与 每一步过程都极为复杂 还一再分解都分解不完 最后进入细胞的时候 更需要ATP的帮忙 难怪 产热效应会这么高 不可能哦 这些双生态和三生态还是单一的氨基酸 都可以被小肠绒毛的上皮细胞吸收 在细胞质里面 经过各种生态酶做进一步的分解 成为单一的氨基酸 最后这些氨基酸及小部分 没有分解完的双生态或三生态 都会进入血液 由肛门静脉 运送到肝脏做进一步的处理 到这一部分 蛋白质已经完成初步的消化 蛋白质食物之所以能够帮助减肥 除了之前提到的产热效应 也就是人体要花费多余 消化脂肪淀粉的能量 来消化蛋白质以外 还在于蛋白质食物 对人体有特殊的意义 在上一集中 我们已经讲过蛋白质的重要性 而对于这么重要的营养素 大脑对蛋白质的反应 也就特别敏感 也就是说 大脑很大的成分 是以是否摄取足够蛋白质 来控制人类的保护机制 在人体有一条肠脑轴路径 是中枢神经系统跟肠胃道 用双向生化讯号来沟通讯息的通道 像被拿来当瘦瘦身成分的肠秘素 还有胆安瘦瘦素和太歪歪 这些抑制食欲的基数 都是这个讯号通道的要角 他们用来传递人体的保护感 让人体停止进食 而在2022年 美国德州贝勒大学研究团队 所发表的一篇 跟营养调节食欲有关的论文就指出 蛋白质和不容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 也就是纤维素 还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能够刺激胆安瘦素素 肠秘素和太歪歪的分泌 进而抑制食欲 也就是说 这些食物能够透过肠脑轴路径 通知大脑 人体已经摄取了这些重要的营养素 他们还有人体不能自己合成的 必须胺基酸和必须脂肪酸 以及足够的纤维不需要在处于饥饿状态 拼命觅食 所以如果要减肥 优先摄取这些食物 将有助于降低食欲 特别是对人体非常重要的蛋白质 又像我们在吃高蛋白早餐 那集所提到的研究显示 高蛋白早餐可以降低一整天的食欲 还强调 在早餐摄取才有这样的功效 足以见得 人类对蛋白质食物的态度 是列为首要的首要了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逻辑 反过来说 你如果一直没吃到 或吃够蛋白质 人体就会一直想进食 因为整个身体 都在等待蛋白质的摄取 对啊 所以想要减肥 就得先吃蛋白质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 当这些蛋白质消化以后 在人体做了哪些重要的事 蛋白质被分解为 基本的氨基酸以后 依旧被送到 人体最忙碌的器官 肝脏 身为人体守门员的肝脏 会过滤氨基酸 最后决定哪些氨基酸 需要重新回到血液循环 供人体各处细胞所需 去合成他们自己 所需要的蛋白质或生态 而肝脏也会合成 自己负责合成的蛋白质 像大部分的血浆蛋白 如球蛋白 白蛋白 纤维蛋白源 这些负责血液渗透压 营养运输 和肺污代谢的重要蛋白质 都由肝脏负责合成 肝脏留下自己 所需要的氨基酸 进入肝细胞 在细胞核 经过专属功能性蛋白质的DNA 转移为MRNA之后 氨基酸就会依据 MRNA上面的序列 排列具有功能性的蛋白质 像血浆蛋白这些 由血液传送到 各处细胞的氨基酸 也像肝脏细胞一样 合成自己所需要的蛋白质 生态各自去利用 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 人体需要各种功能性的 蛋白质或生态 去完成如 肌细胞中肌湿的收缩 以及各种激素 和神经传导物质 而当身体的糖能源不足 而脂肪酸又来不及 供应的时候 肝脏细胞也会将 部分的氨基酸 分解为丙酮酸 或乙烯腐酶A 以进入柠檬酸循环 和氧化磷酸化的产能过程 生产ATP给自己使用 或者当蛋白质 摄取太多的时候 也会通过分解成 丙酮酸或乙烯腐酶A的 步骤去合成脂肪 利用极低密度脂蛋白 运送到脂肪组织中 累积起来 甚至糖能源不够的时候 也会经过糖值 新生的步骤 将18种生糖氨基酸 转变成葡萄糖 以补充血糖的不足 这些能源转换与分配 大部分都在肝细胞进行 人体其他组织 也会自行做些 自己能够做的能源调配 所以蛋白质也不能摄取太多 当超过热量所需 还是会代谢层脂肪 累积起来 而同样的 糖类食物摄取过少 也难免会导致血糖太低 需要蛋白质或氨基酸 去做糖值新生 以维持血糖的恒定浓度 也不免会牺牲掉肌肉 这里我补充一下 在氨基酸分解为丙酮酸 和以吸附酶A的时候 会游离出有毒物质氨 这时候氨就会在立腺体 进入尿素循返 大部分在肝脏细胞作用 少部分在肾脏细胞作用 尿素循返中产生的尿素 会由肝静脉 透过血液 应送到肾脏去 经过肾脏病尿系统 排泄出来 这个脱胺过程 也是蛮耗能的 还有啊 如果在大肠中 肠道菌种分解部分 氨基酸或生态 产生的分解物质一氨 有些会成为 粪便的一部分排出人体 另一部分会由肝门静脉 传送到肝脏 从细胞进入尿素循环 不过因为它有毒 所以会以股胺细胺 和丙氨酸的形式运输 才能安全地透过血液 转移到肝脏 进行耗能的尿素循环 所以肝肾功能不好 肾脏的肾氏球 过滤率持续偏低 都需要经过医师诊断 神圣调整蛋白质摄取量 以免造成肝肾负担 而在肝肾功能 无欲的情况之下 再怎么高蛋白饮食 蛋白质摄取量 都不要超过 每公斤体重两克比较好 因此身体组织 和细胞中的氨基酸充足程度 都需要透过感测 和信号传导 来做严密的监控 以让蛋白质代谢 与摄食状态 取得一个平衡 来防止蛋白质的缺乏 并让身体的蛋白质 维持在一个均衡的状态 所以人体均衡的饮食当中 需要摄取每公斤体重 一克的蛋白质 如果是老年人和儿童青少年 就会建议1.2克左右 而减肥人士和运动员 在肝肾功能无欲的状态之下 可以摄取到两克的蛋白质 最简单好记得就是 威廉 我问你哦 我们以前讲过 一份蛋白质是几克 等于几克鸡肉 几个蛋 这个太简单了 我拒绝回答 我看你是忘记了吧 还拒绝回答了 你以为我是巴德吗 一份蛋白质是7克 等于一个鸡蛋 30克鸡胸肉 你听到了吗 我是用膝盖回答你的